全油管最快新闻,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0月1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,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,这是台海真正的现状。 他强调,当前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是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, 勾连外部势力谋独挑衅。 他呼吁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关键是旗帜鲜明,坚持一个中国原则, 反对台独分裂,并反对外部干涉。 无论民进党当局说什么,做什么,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, 也改变不了中国必然走向统一的大势。 这一立场重申了中国政府对台湾问题的立场, 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晓天下事。